那我把很具象的一个影像 把它给模糊化 然后让整个画面 是属于比较心灵的空间 而不是眼睛看到的写实空间 彰化线美术家接力展第78棒 简世哲创作各展 5月5日起至24日止 在彰化线立美术馆三楼展示室展出 现场展出66件作品 欢迎民众踊跃参观 一同感受简世哲画笔之中 关于色彩的表现与情感转变 老师有色彩魔术师这个称号 就是表示他的作品 真的是非常的值得令人来欣赏 所以我们欢迎所有的 喜欢艺术文化的朋友们 能够带彰化线立美术馆来 观赏老师的作品 简世哲由画创作 主要以色彩表现为主 透过色彩张力 来传达内心情绪及感情世界 而画作则以抽象 及半抽象风格来呈现 藉由不同生命历练 描绘生活中 每个片段的绘画美感 并串联成一幅美丽的人生画作 我这次的作品 大概是近五年的作品 然后作品以半抽象的作品居多 那少数作品是抽象作品跟具象作品 我比较喜欢半抽象的作品 是因为他的想象空间比较大 就是每位观者 他可能在解读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看法跟想法 如果是比较具象的话 他答案可能就是只有一个 色彩是我研究的主轴 那所以我比较善用主观的色彩 而不是客观的色彩 希望这个展期有对色彩 或者是抽象绘画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来丽临欣赏我的画作 美术家接力展是张画线 具指标性艺术盛事 第78棒解释者 1972年出生于嘉义县大林镇 目前任教于彰化县西湖高中 透过教育耕耘培植彰化 在地艺术文化种旨 致力提升彰化艺文风气 欢迎民众踊跃参观 一同感受检视者画笔之中 关于色彩的表现与情感的转变 公益频道许为珍彰化采访报导